很难用于计划介绍文科友 首先他是一家餐馆 同时也是长沙打卡地标之一 但在更多时候 文科友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不管是一天三万人排队的新闻 还是估值一百亿成为资本宠儿 到后来走出湖南遇措 他都在告诉人吗 他喊不同 2015年前后 国内涌现出了一批 像文科友 细茶 元气森林 这样的明星公司 他们有新的产品体验 甚至还提供新的审美 在媒介和资本的双重重用之下 新消费这个名词出现了 你之前经常来长沙吗 不经常来长沙 因为消费最热的那个时候 来长沙的人就已经太多了 你来这基本上就滑了不到什么 李峰 国内知名投资人 投过三顿瓣 三字松鼠等多家新消费公司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新消费这个概念 应该是从投资宣出来的 是吗 应该是先有一些新消费品牌和现象 就包括喜茶这样 当然也包括后来的餐厅们 他们代表了一些新产品和新品类 大家就把这种年轻人喜欢的 有网红气质的东西都叫新消费 变成创业者向投资人融资的说法 然后投资人就开始 把它当成个概念来投 当成一个赛道 它其实最火的就是 从20年这个疫情的二季度末 经过了疫情的时候 投资和消费在前半年 或者前两一个季度 受抑制的太严重 然后这两件事促成 到了疫情第一次结束之后 大家从消费到投资 都有一些反弹和补偿 反弹和补偿在消费和投资 这两件事上 就变成了互相推动 然后就把它搞成了泡沫 其实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从所有人 都很看好的一个领域 一个现象 一个趋势 然后就突然遇冷了 你能看到比如说投资人 肯定就是打问号 认为你的增长速度 可能匹配不上市场 给你的这个定价 增长乏力 产品被质疑 那是小甜甜 大牛富人 这样的一个转变 你们会看关于 你们公司的负面吗 看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自己冒进来了 现在回头看的话 错判了什么呢 面对着无法掌控的不确定性 和永不停息的消费浪潮 这些以心为名的企业 会如何重新认识市场 又会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呢 所以你们是不想做 类似曼达肯德基 这样的公司呢 是吗 是时候重新打烂这个世界了 经过了漫长的三年 如今冰河解封 一切重新流动 作为一个商业记者 我站在价值重沽的十字路口 充满疑问 渴望答案 本节目由 时代价值创造者 新奥迪A6L赞助播出 取静通丘啊 哈喽 你在调什么 李翔 你好 幸福 幸福 我在中那个中球 可以打游戏 坐吧 坐吧 好 这 这是谁安排的 这怎么靠呢 哦 要查一下是吧 对对对 我没弄过 平常我们都喝这个刷 这靠得住你知道吗 直接打开就 刮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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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喝了 好 那我们先喝点这个吧 好好 待会再煮茶喝好吧 那个太装了 还在研究 超级文和友是你们最得意的作品吗 算吧 算我们不错的一个作品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有 一直是 过度过度过度成长成长 迭代迭代 不断地发生了新的一些变化而已 本质上来说 生意没什么变化 就原来六个桌子的店和现在 这个六百个桌子的店 在我看来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商场的二楼 我们的三楼 你会发现一二三 我们跟商场错纯了 你当时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 它有一个原型吗 没有原型 是我们自己通过这些旧物的收取和梳理 然后慢慢地通过电脑模拟出来了 然后再建造 然后我们收了很多老招牌 类似于这样的 对 对不对 牛忌糖尤巴巴 牛忌糖尤巴巴在场上 很出名 这是你们都从哪找到的 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拜访 去求他们进来 这是这个里面 唯一最洋气的地方 因为长沙人八十年代开始就喝洋酒 但那个时候喝的都是假洋酒 开真洋酒的店 专门在这里喝真酒的 就有很多这样的通道 很酷很奇怪 你看那个时候的电话是七位数 没有八位数的电话长沙 北圣街批发布是我同学家开的 现在没了 那块招牌是我捡回来的 我们西长街历史最久的粉店的招牌 它叫香万里餐馆 它是一个粉店 餐馆的老板呢 就是牛奶奶 他从十几岁开始就下米粉 用那个繁体给自己写了一个招牌 我小学隔壁就是他 那个时候一块钱 然后后来直到他去世 他九十吧 然后他的粉四块钱 关键是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姑娘 你知道吗 一个笔直的姑娘嘛 要养家福头 要生存 然后呢 他去世的时候 你猜的是什么样的 这样是吗 垂直九十度的弯曲 这样 头完全弹不起来 但是他还在下粉 所以他在我们街上的那个影响力非常大 从来没有炒过一个彩蛋 它叫餐馆 我们就把香万里的招牌 都放到了我们的空间里面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对上一代人那种lowlow的严肃啊 有很多怀念 他没有那么高级 但是他很有一股的精神 一股的精神特别重要 那就是一个地方人的精神 这个我是比较意外的 他其实是先有了他们对这种老残商的文化的喜欢啊 也好啊 热爱也好啊 然后有这种喜欢跟热爱去收集那些老的灯牌 然后呢 当他们有机会的时候 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而不是说 我想要做一个华族的主题点 然后我从这个目标去倒推 这咋了 可以用了是吧 东东来来弄 这已经是开的 那不就变抛茶了吗 加个形式也没事了 哎呀 乱搞 乱搞乱发财 那一零年开始创业就是路边摊杂串是吗 我看网上写说你们当时做的其实也是 挺与众不同的是吗 嗯 应该算吧 我们那时候别人都去买那种市场里面直接已经穿好了的东西 调制好了的东西 我就五点钟到市场去买那种刚杀的牛啊羊啊 用我自己的腌料去把它腌好 腌好之后再 通过不同的油温来炸 我那时候有四个锅你知道吗 别人就一个锅 我四个锅 有炸荤的 有炸素的 有低温的 高温的 没办法 如果你跟别人一样的话就没有你什么事了 只有这个你就能活下来 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 像这种不同 这是直觉性 本能型的是吗 像生存一样吧 嗯 直觉性的 这很牛逼啊 这个就直接到战略大师的高度了 麦克尔波特不说了吗 战略一种是差异化战略 一种是成本领先战略 对对对 小小旅游戏玩不了 天生就是五点钟去菜市场买羊肉的命 我其实还挺好奇 就是你们怎么从路边摊 然后解代出超级温和有这个模式 这么多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长沙 对 长沙还是很有感情 正好我们这个年纪也比较尴尬 那街上面还比较原始的那个画面 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波有记忆了 所以我们创业就想把好吃的 跟我们怀念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你看我们最开始的 第一个小店叫做老长沙游杂社 我们就在网上面去当了一些老长沙的照片 在乡下找了一些那板凳什么的 就把那个店开了 然后后来有了第一个小饭店吧 四层楼 我们就把它刷成了我们过去的那种红色 然后后来又到了那个杜甫江哥对面 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家店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了很多个独栋嘛 就是那种怀旧的那种审美也是一致的 就是一个原点吧 就是我们想把我们过去户的一些感受把它还原出来 这些比如四十多家这样的小商铺 他们跟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和他们就是联营嘛 联营 对 会统一管理食安 统一管理一部分收盈 很像传统的那种百货 百货商场 对 百货商场 不像那种shopping mall 只交租金而已 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租金 现在应该就是最低风的时期了是吧 这是我们创业以来最低风 2020年7月 第二家超级温和友在广州开业 最初几个月排队和翻查率甚至超过长沙 但不久之后就有商户退出 我走到这儿我都怀疑我走到了一个无人商店 没人 这个店没人 餐厅也已经暂停开放了 但现在没有人感觉这地方阴森森的 接下来的深圳店也遇到了相似情况 温和友在离开长沙后 似乎严重地水土不服 19年长沙超级温和友肯定是一个现象级的产品 完了之后呢 就是你们就迅速地去其他城市开超级温和友 但是它没有像长沙这么的爆炸性的成功 现在我们都看到它会有点匆忙吗 就我们刚吃饭的时候你也会提到 你对温和友其实是打问号的 对 我喜欢温和友有时候有点乱搞的 我们讲今天的商场做的是一个零售品牌的聚集业态 那你今天要做一个体验综合体 你要选的是体验品牌的集合体 而体验品牌这件事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标准化程度很差 第二个问题呢在不同区域大家对什么是好的体验的 定义范围不完全一样 就比如说最好对好吃这件事东西南美肯定就不一样 但是在这个不确定性的用户需求当中 某一个阶段 这是不是一个好文化大家喜欢的喜闻乐界的 以及这个阶段你这个消费是不是好消费 中国地大物博这么多以省为单位的消费习惯 消费内容 我觉得我们的内容还是很好 你指的是长沙文和有的消费内容 还是 我觉得整个长沙吧 好你从AD搬到了BD 产生的结果是在BD 你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品质可控的服务业连锁进驻 且它们是合理搭配 其次BD的体验要求跟AD是一样的吗 所以我们既想做好长沙文化 又想去做广州文化 两个地方的文化就有很大的差异性 比如说我们去广州的时候 他们最开始是冲着长沙文化 结果又不发现 作为一个长沙人居然跑到我面前来说粤语 这个很不适 过去我们在与本土的新东西跟我们自己的东西之间 我们可能会倾向于本土的稍微多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在长沙文化这一段 更自信地去把小龙虾的故事 把小龙虾的产品打造好 但是它其实有个方法 就是它有点像苹果在某个地方建厂一样 把它的供应链带过去 比如说苹果要去这个地方 来富士康来开个厂 所以说你看原来开超文的时候 它原来都让茶言帮它顶一顶 对 我的理解它是谁在掏盘的这个问题是吧 比如广州有一个文宾操盘广州的文和友 可能就会好一点 文和友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方法论和系统的支持 商业模式变了 是吧 就变成了一个就类似于酒店管理 但这个事情是否符合你心中的意义 不能够变成了买卖 纯生意就没意思了 你确定你提供的体验品牌 或者体验和服务 是一个比较具有朴实性的 很难 真的让它更加朴实化 我们也在思考可能前期还是不可否认会有一些 我们叫做完成度或者密度不够 只是纯粹的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嘛 纯粹的想利他的做当地的东西 但这个时候会迷失 我觉得很多创作者都会陷入这样的迷失 商业的本质是利他 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东西的 真的这句话我一直有 但是你刚刚突然一说 我在想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东西 因为在我心中 我们这种还是生活品质 是情绪品质跟生活品质的东西 这个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就是不管是哪条路 能够创造并且带来快乐 我们都会走下去 给你自己带来快乐 还给用户带来快乐 都要快乐 都要快乐是吧 对 只给别人带来快乐 我们快乐也不行 我带你到我的房子去看看 好好好 这是哪个建筑师做的 是吗 文建筑师 你看我这个 这个墙 我在同步街小学毕业嘛 按他说是老的 同步街小学的墙 然后他本来这个墙上面 很多那种深深不息的小植物 施工的时候 把它弄掉 烦死了 你看 这里也作为我的生活区 洗衣服啊 冰箱啊 做饭 这里一共一二三三间房 好 然后这这个就是 我的房间 这你的 在这 你就睡在这 对 我喜欢这种小小的空间 然后衣服呢 就想 当季要穿的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有时候坐在这里思考一下 你看我这个房间 你这里还有一个 有一个小窗户 可以看在外面 你坐在这里 感受一下 不错 还有一个天窗呢 对我来说这种很有安全感 然后可以看这个树 这个玻璃我当时设计错了 我应该是更矮一点 我可以打开 但是这样挺好 把人逼下去 设计理念就是待不住 这里是长沙最市井的地方 这样的坡子街 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长沙的消费品牌的集群的旗舰店 前面那一栋就是茶盐夜色的旗舰店 然后旁边是果鸭鸭 然后那边是那个默默 默默的街链 然后还有我们老的火宫殿也在街链 对 整个就是最市井的一条街 对 然后我说的那个路边井 假设你是文彬他爸 对 你看他那个房子 你会不会认为他在下稿 有一种怪怪的说不上来的感觉 我反而是见到他之后 我觉得他这个公司跟他的人 是挺统一的 可能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想到说 要做一个这样的场景出来 当时创业是每年搬一个办公室 年年搬的烦死了 所以就后来把这个地方给排火 之前就是从来没有 我正是用过彻底烂尾的 连店都是我开的 是我带你逛逛 好 湖南省文会友文化产业集团 是楼上 这个是我们东市 啊 这种风格 看 那边是研发中心 没作品 没活路 戴森 我很喜欢他们的里面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每一个商业上的 所谓的成功 尤其是大成功 它都是由某些方面看上去 非常乱搞和非常不同的CEO 做出来的 无论你说耐克啊 麦当劳啊 什么星巴克啊 今天看来都是成功公司和大公司的代表了 甚至你会认为他们做的还是正确的事情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 所有的都是乱搞或者反常规反常识的 那我们就上了点火锅吃边吃北凉 好 但是你创建之后 应该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去读上学院啊 上一次读书还是在读初中 之后再没读过任何形式的书 天天搞公司 太封闭了 后来我们湖南级的一个 创业者 他说你去湖畔试试 然后我就跑过去了 我就是说 他那东西一上去 是太上头了 一上去就是 第一堂课就跟你讲千亿美金 但你很多行业没法这么玩的 你本来觉得自己挺好 我完了之后你去上 很自卑 千亿美金 发现哇靠 原来你自己是个体户 那真的扛不住了 是吧 就会觉得哇他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这一套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因为有些创业者他天生他就是要搞事情 这一辈子啊 我们希望能够做点先锋文化 一家新消费公司能够展出来被大家看到 背后往往都是他们非常独特的产品力 也包括他们创造的一种 一种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体验 我们最近的合作伙伴 新奥迪A6L其实也是这样 他提倡未来感设计 也是希望通过环境氛围灯 和一些细节的美感设计来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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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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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回头看的话你觉得当时是错判了什么呢 查研如果投了肯定是对的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还好吗 翔哥 还好 我们这里拿了一家大店将近600个平方 你最大的店有多大 最大的店塞外600多 我们从整个的中山亭到南门口那边 大概有一百多家店 就是一点几公里的距离 我还挺好奇的 比如说像你们来巡店 你们都看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会看你的人 对于你的商圈的关注度 比如说像今天这家店 如果我骑着从这路过招牌没开 我就会问 你知道今天什么天气吗 你觉得招牌要不要开 招牌只容易看大事 对 你招牌都不开你管什么呢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从这里开始看 这是我们的整个的行销物 就是比较常用的 矿口贴都是我们查研自己的 就是自己的 对对对 因为顾客就是爬山穿个高跟鞋受伤了 找我们越路山的一个小伙伴 小伙伴就给了他一个自己的 创可贴 后面我们想说既然顾客有需要 我们就做吧 包括雨伞也是的 就是员工把自己的伞接给了顾客 门店自己准备了 就是有些店是这个样子的 有些店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其实我到查研中间是过渡了两个品牌的 我去了中市的大餐的连锁 然后也去了河马 我前期第一年是过得很惨的 就是因为这种大连锁跟本土的这种相冲突 我举个最搞笑的例子 差点让我离职 现在您看到招牌对不对 大连锁 我们的招牌是装了感应的 外面的天气是什么亮度 它感应到了 他就自动把开关打开 就招牌就亮了 有一天他就寻电 他就拍了一张照片给我 没亮 招牌是黑的 他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员工没有出来示威 招牌没有亮 什么什么东西 他说那你怎么解决呢 我说我觉得就装个光明感应器 就保证开关一定会亮 好 他就不接受 他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我说因为肯德基就是这么干的 我们也觉得很好用 然后他说那查研跟肯德基是不一样的 当时我们两个就这个观点 产生了非常激烈的battle 然后就吵到两个人开始咆哮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小店 但凡你要走出来 你回头你就看得到你的招牌没有开 当时我是特别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说你不是傻掉了吗 我到时候开一千家店 我每天怎么搞 对 大家出来看是吧 对 但是其实我后面慢慢的 我们两个通过很多类似这样的小事情 我就会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单店的 小店的细胞的活力要非常好 就是我的店长应该就是一个小老板 所以你要对你自己的经营的 这个小商圈负责任 其实我看茶饮的店的时候 我也有 当然他们在这边非常非常成功 对 非常成功 但是我的感受是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大的连锁 基本上不是那么强的个性化 个性化 对的是的 你看星巴克 对 是的 咖啡 茶饮这些店面 它本质上是个生活方式 用户在购买生活方式类的 如果是个快销品 而不是个奢侈品 它要的是产品力和便利性 我觉得可能对于茶颜悦色来讲 就理论上你沉淀的东西太多 可能有作用 但不一定会特别大的作用 你们在国境有几家店 我们在国境有六家 从移动建筑里面开六家店 觉得它的理由是什么 声音好 因为像九龙山这个整个的东货体 它的体量是很大的 所以开一家店 开两家店 你照顾到的楼层是不一样的 就陆陆续续在补店 补店 补店 到什么程度你觉得要补店了 就是比如说单店的销售非常高 然后一直忙不瘾 2013年 茶颜悦色从长沙黄心广场 一个几平米没面开始 十年时间 扩展到了500家店 不夸张地说 没有一家茶颜悦色是不排队的 为了喝一杯茶盐 专门来探长沙 也不完全失去调侃 武汉第一家店开业首日 排队市场到了8小时 黄牛价卖到150元一杯 我有一排一天的时间 我等着你 你加10万加20万加 武汉的首店开业 意味着我们真正的 从湖南走出来了 我印象中应该是 刚好疫情第三年 其实跟你们的扩张的那个曲线 基本上也是同步的是吧 19年那个时候就是 前面跑得很快 是一种野蛮生长吧 现在回过头来讲 可能有点膨胀吧 或者是还是 你说21年 还是太冒进了一点 到了去年 下半年就 就陆陆续续的在逼店 就那时候可能也觉得 没有答案吧 因为也不知道 疫情到底是什么时候结束 那我们就先自救吧 就是可能因为 大华已经太不确定了 唯一能做就 我们自己确定我们自己的事情 减脂了 说声了 有些店可能太密集的 就没必要开了嘛 就把它优化掉 优秀的人我肯定还是留下来嘛 我记得应该是你们有个负面就是 你跟小葱在一个群里面 跟员工吵起来那种是吗 大公司创始人根本不会在群里面跟你说这种话 我们这要反省嘛 像是冲动是魔鬼 师傅还是觉得还是不能太冲动 就是还是不能用小店思维去想嘛 里面有几千人呢 对吧 可能外面觉得我们 其实家里应该是个大店 但是我们还在用小店的思维去想自己的品牌 我之前做记者的时候 其实我聊很多人 就是他们都会有这种感慨 公司成长速度太快了嘛 就是基本上你的创始人可能还认为 我还是个创业公司创业者 但其实大家看的时候已经是个成熟的公司 成熟公司他就需要面对一些 你创业公司不需要面对的问题嘛 我们并没有什么职业经验 我们都没有在什么体系内 或者大公司待过 头生头长的嘛 也要炒根吧 小店以后就夫妻老婆店嘛 可能我当店长对吧 我姐可能当财务 小葱老师可能就是当设计啦 当什么工程啦 采购啊 全包这么丰工这样子 就是自己可能没有跳出来嘛 我朋友回过头了 哦 原来自己可能不是这种夫妻老婆店 我们内部其实一直会强调说 店长要有那种小店思维是吗 小店思维还是要保留 但是不是像之前的这种 可能觉得我小啊 那可能大家要对我包容一点 我可能有些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就不要对我太苛刻啊 那我现在理解的小店思维要延续 就是我们在沟通上面还是要保持搞笑 就是不想组织僵化嘛 就有时可能觉得我们好像也没有表准化啊 组织里商议 但是他好像有时又僵化了 就好奇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对吧 对 很好 又要去做优朗拉铁 好的 优朗拉铁 做优朗拉铁 切胶 他们如果想进去 就去这瓶里面 改变了 成了 成了 们 进 转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开外去 是吧 后面也开了 不做外卖也做了 但是也没有说标准答案 我个人觉得 对 所以大时候再说 当你对效率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看重的时候 你是可以用很多的时间 精力 成本去追求做出一个好的产品 但是当你变成一个上市公司 即使没有上市 你想上市 你变成一个 有很多投资人住在你的董事会里面的公司 对效率要求到那么高的时候 你的很多以前的做法就会变化的 比如说像残月色 比如开这样的店什么 就是说它有大量的空间是可以给人去逛和拍照 但是它一定会严重的拖累你这个店本身的品效的 如果你有很多这样的店纯正的话 很抱歉 投资人就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单纯的规模本身它就会让很多你的组织原有的动作 要求它有变化的 其实我们觉得长沙整个A上圈的品牌得到还是蛮快的 长沙本土的就做奶茶的公司就你们一家吗 没有 国内呀 像类似于喜茶啊 耐雪啊 包括股民什么茶百道 他们是在茶盐之后才进来的是吗 肯定是我们之后 那你们那时候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 那大家再进来 那当时你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其实饮品这个市场 讲实话 没有一家能够把它全部吃掉 它本身还是比较处于一个百花齐方的一个状态 长沙的茶饮界之前只有一个叫茶盐 湖南长沙一杯茶 现在叫湖南两杯茶 茶盐跟宁记 这杯是 这一杯水的比较湿 要不要一会体验一下我们做杯茶 好 忘记的时候我们的出品大概需要在45秒就处一杯 45秒能做一杯 那我们就做茉莉手打的标准杯 首先的话我们会用到的几家杯子是吗 那我们一共片头是三毫米 那就对宁门大小也是有要求的时候 有的 我们所有的宁门有自己的大小的摇球和厚度摇球 然后我们拿冰铲 冰块的话是到600毫升的刻度线 我们这个比例的话一定不能错 不然就会影响空 然后接着的换到五玻璃绿茶的一个茶底 门店都是这样的 那确实出分数都会快一点 然后糖的话我们是30克的 那顾客要少糖呢 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少糖的 年纪的价值主张年轻不妥协 就像刚才李老师问 可不可以调糖 不可以 可不可以调冰 不可以 这能量不是未来如果要少冰少糖 会影响你们的粗杯速度吗 哈哈哈哈 也会有 也会有 然后我们就可以出杯了 可以品尝一下 看一下自己摇的啥 怎么样 那好喝 酸酸甜甜的 自己摇的会不会更香 是 这杯多少钱 这杯在 莫绿 湖南应该卖16 在上海卖19 就是加盟商他自己是没有修改价格的权利 没有修改产品的权利的人 没有没有 接近于直营的情况 接近于 其实我们的很多的管理方式 其实跟直营没有区别 我们会认为 加盟商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叫出品 我们尽量让加盟商只做 简单重复的活 不用去动脑 门店赚钱 就那么几件事情 会去宣传要活摸 热情 你要去附近做地推 其他的他不需要去思考 因为一旦你要对他有太多的期待 就完了 我们会觉得 松散加盟在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宁济成立于2021年 尽管存在疫情影响 他在2021年和2022年 仍然开出了800加盟店 是说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吗 还是说你们太聪明了 所以一下子就做得还不错 是吧 坦白的讲还是有一些底层的能力在 那个能力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战略规划能力 还是要提前想好你要干什么 你要怎么干 你要想好你的成功路径 你一开始就把我们的三建规划五年战略想得比较清楚 其实靠谱的就这么几件事 扎扎实实实做 还是那句话 通盘无妙手 巴菲特跟贝主斯都有国类似的表达 其实你只需要做对少数几个决定就可以了 所以我挺想知道你们过去两年开800多加店 就肯定是因为你们做了几个少数重要的正确的决定 那些决定是什么 这几句话它反映在行动上面呢 我们在整个领域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怎么能让好和这个玄学的事情变成科学可以验证 我们的所有的外卖平台 线上平台 私域 会员 全都是我们同意来运营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估计更好 背后也是想加盟是剪辑它的成本 很多人都以为加盟好像很赚钱 但我们在加盟商付出的成本 远远大于我们收到的那一点点的加盟费用 那意思是你不赚钱是吗 或者我会觉得赚钱不是我当下的追逐 我们把钱还是花在了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花在了到日上 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改变团队 改变基因 改变行为才能改变结果 才愿热色跟宁记 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像才愿热色 两个创始人 第一次创业 然后一步一步摸索着往前走 一路过关打怪 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摸着时候过河 但是比如宁记经验非常丰富 就蓝图式的 就基本上我想好了 我要怎么做 地图应该怎么走 所以他会提前把很多问题先想到 就还没有超出之前的能力范围 知识范围 在这边 中长年人晚上早点睡觉 几点 十一二点多点睡觉了吧 自己还在找机会往里走 过来了 最后的一步 看猪学习 你看园丁与木匠 讲什么呢 他其实讲的是两种教育哲学 木匠你是很容易理解的 比如我坐这个桌子 你就不能变成一个凳子 变成一个什么沙发 园丁是没有能力控制一棵植物 它应该怎么长 开不开花 结不结果 开几朵花 它是没有能力控制的 但木匠是可以进去的控制 园丁能够做的就是说 我选好的种子 我认真湿北 认真翻土 人造一个好的环境 让它自己长 两种职业观 我觉得它是适用于很多产品 那你觉得干企业应该是原定还是木匠 肯定原定啊 你说 在这些地方 是什么 我去哪里 这些地方 你会在这种地方 那里 这些地方 你得到 我找到 你给我来 我把你带来 唐人 你拿着 你拿着 一本 你拿着 然后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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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 我拿着 你拿着 罗斯文火鍋 这个项目是从20年开始做 到现在 20年 一起的时候开始做 然后真是那段时间 很多餐饮它都在选择放慢速度 这一年多我们的发展速度 还是比较快 我们一起现在筹备 大概有18家 年后的话就10家店会同时去开 疫情期间有很多餐厅倒闭 但也有人选择这个时机进场 较低的门店转让费 加上县城的水电煤设施 新品牌快速扩张的成本 反而下降 在疫情管控最严格的2022年 顶上头用8个月 开了40家店 我来下 你们两位聊天 我来做服务 我得调演 豆腐丝 这个是小鱼虾滑 这个是猪脚 好猪脚 罗斯文火锅 我们一定是要做一个小而美的火锅品类 很多穿锅产品我们没有用 穿锅 就是什么毛肚什么 对毛肚什么之类的 成本很高 不适合我们的定位 我们竟然定位在 人均只有四五十五六十块钱区间的一个范围内 那在火锅里就要 对我们就得必须要舍去很多那个 那你这个位置挺重要的 因为火锅你再怎么吃路边的除了在重庆之外 你就在北京吃任何一个火锅 绝不可能人均下得了八十 我觉得你挑了火锅和挑了这个加密段 这两件事应该是还挺好 我们要给火锅做个降级 给螺蛳粉做一个升级 那你觉得疫情期间 为什么是螺蛳粉黄 因为湖南米粉的本质是 新鲜米粉 所以这个就决定了 咱们湖南米粉没办法像螺蛳粉一样 大面积的去仓储去流通 所以我们觉得螺蛳粉 它是具有电商属性的产品 这个我稍微差一点 我们当时写过一个文章讲这个事 它很有意思 但是因为16到17年外卖不打仗了 导致的结果是外卖的配送 和外卖价格开始上涨 所以原来在打仗的时候 基本上10到18块钱 可以吃一份午餐外卖 不打仗了以后 你在北京随便点都是25块钱以上 就空出了一个10到15块钱档的 便捷性的位置 没人站 这是左边 然后右边是因为冻干技术和冷链 共同发展 使得食品预制当中的 保鲜和口味保持度 变得超级好 那你现在搞个螺蛳粉 它们能八个小袋 九个小袋 然后味道还特殊 对 咱们这个也就是把螺蛳粉的快餐 慢慢正常化 对 快餐正常化 对对对 所以选火锅是对的 然后火锅里选了一个 没有人站的加倍段也是好的 这两件事是好的 但是它带来的坏处是你会有同质低价竞争 可能往后看你自己的品牌的问题 也许就是你用什么位置甩开低价的评价 就是我跟他们的差别是什么 所以你大学毕业为什么想起来做餐饮 这班大家不是特别愿意 我们叫秦横吧 就是累活儿 开播了 我们的客群 90%是女性 所以我们没有做太多分量的一个包装 同时也能满足客户拍照的这么一个需求的 满足他们的情绪价值 我们第一天直播你有预期吗 我们现在的预期只是说能够把我们整个的外面跑顺 我们是在长沙是东南西北都有店 你下单是他最近那个店给你配送 那一把每个店也变成了一个仓库 是因为我们在当时选址就在长沙布局 东南西北我们都把店给开到 对对对 除非是你一开始就想到了要做外卖 不然正常观察不会选四个角的 对对 正常观察还是密集开店 对对对 密集开店 供应链也会更方便一点 对 太平准备好 是的 那么有需要的话 所以可以点击我们的头像 私信我们就可以了 对 那我刚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新闻给大家准备的准备 下楼公园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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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公园 全长沙的运力都已经崩溃了 对 而堆备 一直讲小而轻 这种小而轻它有个定义嘛 我前期一定做的 如何让投资快速的能够回本 人均消费都四五十 我不能花四五百万头个店 对不对 在管理上相对也比较轻 我的前厅后厨都是通港 我不需要大厨物品 我的轻还值得运营上面 除了我可以做堂食的生意 我还可以做各种线上的生意 我们想到门店能够发挥 它更多的想象空间 而不仅仅是一家门店 在那屏下就会提升 是的 因为现在经历了这三年的口罩时期 给商家更多的都是反思 怎么让我们的门店 才能像变形金刚一样的 产生更多的效应出来 咱们中午吃螺丝火锅 对不对 那以前你是个做餐厅的 你就是个做餐厅 做餐厅的人在以前 最少在四五年前 你不会想到说 我要做一个预知菜的螺丝火锅 卖出一个 对 可能也不会去抖音器这直播 对 是的 所以他的举例子很好 他说我在九点到十二点 在抖音上大规模的播 咕嘟咕嘟现吃这个火锅夜宵 体验度很高 冲动消费 简单决策 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这种及时性的消费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是新变量 产品渠道供应链 这三件事情 如果有一个发生变化 它足够有新企业的机会 但是它不一定够快 但它如果有两个一块变了 它就会有成长性超级高的企业 你不出乎怎么送到人家 然后我问一下 就像我刚刚搭 就没人接是什么原因 你知道吗 没有人都养了 都养了 所以很多配送单都没办法 都走了 这两个好久了 没人接 那我先去送吧 你那都已经等了多久了 是吧 离得近的 我们一趟都送了 可以可以 吴总 你们这个帽衫还有吗 要不你给我套上 选单 可以 可以 对 包括大家说 哎呀 你这个老板里面 非常好 没有我喜欢吃的 我一样不是一样 我问送哪个 5号和8号 你之前自己配送过吗 配送过 自己原来开车配送 一路上就配送七八份 现在弄餐饮真的是 十八般五亿都得上 我选择餐饮行业 坚持这么多年 也就是因为 我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行业 餐饮它一直在变 可能每半年你不学习 就会被淘汰 商业上其实有一个 永恒的和非常迷人的 那个母题嘛 就是做得很好 然后你遇到挫折 然后你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又有新的人 再加入到这个行列里面 信心满满 可能发展得还很顺利 是 商业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 一点都不在乎你 认同不认同 就是有人认同愿意付钱 就OK 我们这个基地分两大块 一个是我们外面的核花虾养殖 第二个就是我们苗种繁育改良这块 这就是我们一个腿养 这已经这么大了 把小龙虾在高红季节收过来 在这里腾出 我们给它造了一个水灵洞 让它在里面冬眠更补充营养 我这里有将近三万个箱子 就是我们全部装满 可以装将近六十万几虾 可以整个市场只有我们冬天有活虾 消费者知道吗 其实不知道 这里面主要是 全温水高密度养殖判所 它这种高密度养殖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在里面要解决它打架的问题 不想生成的问题 第二水中云氧的问题 如何判所那些都可以 这是一个关键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动作 都是围绕一个目标 就是一年四季出好虾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养虾的 我们第一个卖小龙虾的店 12月份开业的 那个季节去市场里面采买小龙虾 然后被那个小龙虾的贩子骂了一顿 哪有什么冬天来买虾的 傻子吧你们是 然后这句话深深地烙在我们心中 你觉得文和友转型投产到的农业是一个对的方向吗 他们的破局关键点肯定不在这个地方 所有的做消费 或者说做产品端的消费公司 所有人都会跟你讲说 最后的关键点在于供应链 但是只有当你的规模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这供应链这个事情对你才会特别重要 如果你在那个点之前你就去做供应链 那不好意思你就是一个垂直的小而美的公司 挑法呢 挑法呢 好了 吃饭 奶人大虾 什么大虾 奶人大虾 他跟你把屁股的壳给包了看到没有 对对对 他只有肉了 每一只都征选了刻字了 为什么要刻字呢 这不是吃个虾还 真选 好 每一只精挑细选为你 但是我们看了一个特别牛逼的消费品品版 印度的 在帕坦加利 那真的是太顶了 我说 专门做那种中草药成分的那种消费品 硬草药 硬草药了 硬草药 全印度都买他的东西 他的口号更猛 叫做 把联合丽华的旗感给我折掉 把硬草药的侠鸟给我赶走 他的那个logo是创始人隔空打坐 原来也是个文化公司 那个新香费怎么做绝了 这一次来看我们的这个 长沙的新香费觉得怎么样 其实他就是分嘛 比如像茶盐这样的 相对老牌一点的 就是感觉 还是有压力的吧 甚至是疫情期间做起来的品牌 好像都还挺猛的 你们应该在茶盐算是老牌的公司了吧 我算是有压力的 老牌公司 年纪大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们超级文化友 就还是先搞定广州跟深圳 就没做好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肯定该补得客气的给它补上 超级文化友还是我们很重要的产品 对 而且疫情之后我认为 在我心中它会越来越重 就我们现在搞的这一代我心 我觉得中国刚刚有三五十家 肯定是没问题的 可能在这个技术上 内容稍微再丰富一点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我们的主要战略 但其他的不代表未来 我们不会做零售 或者是说更轻一点的餐饮连锁 但是这个还是我们的主力 这也是我们的基因也是时代的需求 所以你们是不想做的 所以曼达拉肯德基那样的公司 那是吗 没有 想想想想想 是正常的吗 因为过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 这个价值的天平 可能更多的是体验 现在我们对效率的理解 也是很向往的 问题是不是我们想不想要 是我们有没有做不做得了的问题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三个人 其实是没法干嘛的 我觉得能力可以学 但是有些从性格上的 从思维方式上的很多东西 它还是很有挑战的 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 严格的执行所谓的标准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聊不同的东西 聊新的东西 对 是吧 最烦的就是又是这个东西又来了 未来需要一个Tim Cook 就是怎么样更加的有章法 对 系统 所以疫情对你们管公司啊 商业上会有什么 影响和改变嘛 就是灵魂冲击那种 这疫情让你确实过去的世界变得 很现实 很求生存 因为大家缺乏安全感嘛 对 活得好的都是现实的 50块钱喝醉 30块钱吃饱 都是效率生意 最高端的还可以 GMS看那个横隆的财报嘛 它就是可能最高端的嘛 就它三个月不开 然后财报还是很好看 相信SKP应该也还可以 我一朋友就说 每当我觉得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来SKP逛一下 人还这么多 好 回去干活 我们这行业的人经常在一起聊天 就大家就觉得很有意思啊 其实我们没有变 但问题是外界对于我们的变化 看法 看法是过程车式的变 一会儿觉得你们牛的不行 一会儿觉得你们傻的不行 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 但是呢 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好 我认为应该是你疫情的时候 做疫情的事情 没有疫情的时候 做没有疫情的事情 三年过去了 市场的信心 跟我们的信心我认为已经会恢复了 所以我听下来就是说基本上上一波的新销唯品牌 今天他们其实面对的就是一个存量市场里面怎么做得更好的问题 就让放弃像过去几年那么突飞猛进的 对也蛮增长 对 或者叫不合理增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对于想要在消费领域里面重新去做创业啊 或者做新品牌的人而言 其实也是更难了 因为你的变化已经速度降低了 你需要积累的更多一些 我还是觉得明年的消费要能起来 肯定会跟上一次涨的不一样 对 走 你觉得你们算新消费吗 也算是新的体验吧 你怎么看这种 现在新消费公司它有集体的预论吗 新的必然会发生 这个是挡不住的 之前谁说的所有东西都会重新来一遍 对 因为消费者变了 需求变了 新的创业者也来了 但是需要时间吧 因为这个东西新消费 它的内容是新的 商业模式并没有新 但它的趋势是没有变的 消费者其实仍然是有需求的 趋势没变 现在来说的 我都没有变得到 我说的 你怎么知道 我说这几个人 这是什么 你怎么看 因为我说这种 词词 词词 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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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